裡面涉及類似短樁 不過是打橫的短樁 意思是鋼筋的接駁位有而造假 意思是鋼筋還未合併進入筍位之後 因為連接不到索性剪了鋼筋的末段 然後就假扮接駁了 而中間還聲稱出現 故意要在港鐵監督人員換班之際 去進行這些工序 當然今天最重要是有藥乾的電郵 本來這些事情發生在2015年的9月已經出現了 在2017年的1月大概十幾個月之後 就由中科興業有限公司負責石市部份的 即是整個工程的石市部份的承辦商 就去通知這個禮頓 因為禮頓是負責 它是獲得52億的工程去興建這個 沙中線的這個紅磡站的確建部分 和相關的一些隧道工程等等 這個電郵其實是反映了 或者整件事 你看到電郵裡面是反映了 事情並不簡單的 第一它用到一些非常嚴重的字眼 已經說明禮頓的工人 是假裝這些工序已經做妥 裝嵌成功 而亦都有出現就是說 那些員工刻意 等到港鐵職員換班之際 才進行這些工程 而當中亦都有說到 他們是有證據 包括照片等等 而大家如果見到2017年末段 其實關於這個中科興業 說得都挺嚴重的 他就說他是要求禮頓的高層 是即日要作回覆 如果不是的話 第二天他就會將這件事情 是通知這個運輸交通 即是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以及要求是有一個公眾的調查的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當日的下午 禮頓就聲稱調查已經開始了 但是事隔了大概是 就是之後還要是去到這個2017年9月 就是相隔了接近七至八個月之後 這個中興就再出個信 再追這個禮頓 當中還給了更加多禮頓的高層 這個就說八個月都沒有接到任何的回復 也都是沒有一些修補的工程 那他這裏直接用了是甚麼呢 因為他的題目 本身這堆的電郵 那個題目就已經說是用 就是一些錯誤的做法 而下面也都說到 甚至是cheating practice 就是說禮頓是有一些欺騙的行為 當然這個是不是事實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第一我在這裏 就是因為我的理解就是說 港鐵就是初步是回應了 傳媒的查詢的 就說在2015年 他們是自己做巡查的時候 就了解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也都跟進了就說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作為市民 我就非常之擔心的 因為據了解如果最嚴重 因為其實中興的電郵也有說到 他說他那個我看完真的覺得很震驚 我真的要說 他那個說他的failure 他說 this will be a big big crisis on public life when heavy trains will carry hundreds of lives traveling on each boat up and down tracks in every minute 意思說如果發生了意外的話 這個是一個對市民的生命 是產生一個很大很大的危機 因為有機會是整層掉了下去 就是那個石屎整層掉下去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事實 但是在沙中線 關於這個禮頓或者鋼筋的事宜 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問題 其實在今年3月已經有傳媒 這次就是東方率先爆的 就是關於這個在隧道當中 又是出現了這個紮鐵 就是鋼筋的問題 我在這裡希望也要求港鐵要充分全面交代這兩次的事宜 因為兩次都是涉及關於鋼筋的問題 都是涉及同一的營辦商 就是同一的工程顧問 工程合約就是承辦商就是禮頓 究竟這兩單的事情是否相關連 究竟港鐵是甚麼時候知情 有沒有將這件事立即通知運防局 而運防局有沒有作出跟進 而港鐵作出甚麼跟進去確認所有的事情 或者所有的工序是安全是符合安全標準 而最重要呢 我很想港鐵去調查期間 特別是中興用了這麼嚴厲的字眼 我是很擔心這件事 不知道有沒有串謀詐騙的成份 我很希望港鐵能夠全面交代 究竟他在過中做過甚麼的研究 有沒有聘請獨立的調查 或者監測人士去重新檢測 碩士是否穩固 鋼筋是否跟碩士連接點是充分 是能夠確保市民的安全 我們在說這些碩士和鋼筋 我們不是在說用一年兩年 有危險的話 其實是會產生很巨大的人命傷亡的 所以我看到 如果大家看到電郵的內容 如果是真確的話 我真的很難評估得到 會帶來對市民的影響有多深遠 所以我很希望港鐵要 要仔細去交代回這次的情況 而更加因為事件可能是有多嚴重的帶來影響 我們都要求陳凡局長 作為運防局局長 要交代究竟他本身是否知情 而有作出適當的跟進 一會兒我會有口頭質詢 陳凡局長回答後可能會離開立法會 很希望大家可以問一問究竟他知不知道這次的事情 而禮頓這間公司 也都在高鐵的項目當中 也都有不少的工程 包括西九龍總站的工程 所以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充分交代質量問題 不是指說我專家就好像在港鐵公司 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希望是開城報公 因為甚至我覺得政府是不是要考慮呢 是不是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 因為當年當發現了高鐵 是會有機會超支和延誤呢 其實政府委派了夏靖民法官 加兩位專家就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 其後就出了一個報告 而政府之後也都有跟回那些建議 但是究竟又做得挺充分 其實是不是已經吸取了教訓呢 在高鐵的項目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沙中線是不是都有參考的價值呢 我們很希望這個港鐵和特區政府能夠充分回應 而有需要的時候呢 是不是考慮需要去報警作出刑事調查 麻煩你 是的 OK 在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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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的整体系统的所有的工程 但是它似乎这种情况下的情况下 会发生很常常出现 而会发生的经济或是被公布的媒体 而不是被公布的公布公司 我认为这种传统的传统 我认为这种传统的传统 尤其是对 MTRC的传统 他们的传统的传统 完全和实际的传统 如果有一个事件的传统 尤其是对 MTRC的传统 如果這個情況是正確,這將會發生非常嚴重的危險 to the safety of all passengers and even the area and the people in the vicinity. So I urge the MTRC to report fully how they investigate into this matter and how they follow up into this matter in due course. And especially whether the MTRC has informed the government and what steps or procedures have been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avoid any damage or problems in the future. Are you asking for the MTRC to help with the MTRC? I think the MTRC is a MTRC to help with the MTRC to help with the MTRC. So you can go back to the MTRC to help you with the MTRC. Actually, why am I told you that the MTRC is not a big deal. Why am I going to take the MTRC to help you with the MTRC? 或者其他有些工程的顧問 是有刻意隱瞞或者誤導的情況 但是我們見到在2014年的時候 就住高鐵已經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包括港鐵是不是可以監察得好一些 通報得好一些 甚至說港鐵有些工程延誤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高估了他們自己 可以追回那個時間的可能性 又或者甚至監督的時候 是不是太過依賴一些方式 或者一些報告等等 可能這些報告又未夠全面 所以其實他們過往已經被批評過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吸取經驗 或者吸取教訓 而導致到今次我認為今次是一個 如果是事實的話 是一個相當嚴重的 甚至可以涉及到刑事的行為 我很希望港鐵不要掉以輕心 政府也有責任向市民交代 究竟它有多清楚今次的事件 也都希望無論是港鐵或者是政府 我覺得最少都要保證這些是絕對安全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做一個詳細的檢測 而不是再將市民蒙在鼓裡 等到有傳媒出手 到爆了新聞 跟著港鐵才施施然回應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 用公帑處理公帑 做一些這麼重要的鐵路工程 一間公司應該持有的態度 好 沒關係 不好意思 好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 謝謝